按照慣例,每年农历11月16和17号当地的区民,以前都是农民,都举行一些既是一事,来感谢大自然给他们一年的丰收,同时祈求国泰民安,奉调与生,希望明年更美好。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城市都市化工业区,但古老的风暑海市延续沙区,每年他们都在这里祈求平安和幸福健康。 旧安生会是福禄亭,每年努力12月最大的祭司仪式,祭品包括猪肉,糯米饭等,还有老百姓带过来的祭品。 我们的好传统就是,理事会每个会员都负责一个县案,要准备鲜花,水果等等,还带来一些隆风的装饰部。 酒安生会自相皇城和各位省民表示感谢,祈求丰调与生,鼓舞丰收,国泰民安等,这也是当地老百姓聚会交谈有关家庭的事情,生意和劳动等,一起设立文化,家庭,文化社区等。 每年这一天,我们又聚会给老大爷进香,我个人觉得很兴奋,大家在一起准备鲜花,做饭等,请贵宾,用餐并祈求平安。 除了我们能看见的物质价值之外,俘虏神庭还有精神价值。 是以前,俘虏春,现在是统内省边合适老百姓进行新领新养活动之地。 是当地,越南各民主与华人,向结合的女带,和谐共处。 本省庭通过求安的仪式保存着民主的饮食、描绘、共处等传统文化。 生活具有拉近社会人群的意义,团结、帮助,并建设日益饱满幸福的生活。 可以说,在疫情蔓延后,各社会组建的重新取行,本省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提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